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八百三十八集 隔空千击 离开南安寺别院的展昭 突然杨其连打了一个喷嚏 白玉堂看了看他 阴侯也看了看 刚才玉堂打完 现在招打 不是都上风了吧 死即死 老爷子忍不住吩咐了一句 你俩要是谁上风了 另一个就别往上凑了 展昭和白玉堂眨着眼 因为腿短跟不上大家 所以被鹰猴抱着的小四子 立刻八卦地凑上去 捂着鹰猴的耳朵 唧里咕噜说了两句 鹰猴皱眉 瞧了瞧展昭 又瞧了瞧白玉堂 轻轻咳嗽了一声 病了就分床睡 等病好了再睡到一起去 年轻人要知道节制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这话听着有一点点奇怪的感觉 鹰猴摇着头 抱着小四子走了 嘴里还在嘀咕 也不知道锁门 万一小四子看到了什么 不该看的怎么办 嗯嗯 爹爹也说 叫我进猫猫和白白的房间 一定要先敲门 不然看到不该看的就不好了 展昭和白玉堂困惑地跟着走 总觉得这话听着哪里不太对劲 众人拐过大街 一眼看到了就在正前方的太学 展昭派了派白玉堂 不怕 还玩好无损呢 白玉堂也松了口气 心说还没他就好 这就进去把天尊拽出来 只是五爷脑中这个念头 刚刚闪过就听到轰一声巨响 这一声响非同巧合 真的周围仿射的门板窗龙嗡嗡之响 与此同时 白色的烟尘扬起 整条街都看不见了 远处码头 站在船顶上的小梁子直蹦的 哎 那边怎么了 众人都回头看 就见远处烟尘都扬到半空了 站在大船顶上的几个士兵冲下面喊 好像是什么房子塌了 凹下去一片 不是吧 你不如去看看 黄城军你在管 你出什么事 无扬无奈 带了些人就往城里跑 而此时 已经走到了太学门口的展昭白玉堂他们 眼巴巴就看着太学整个塌了 烟尘中就一扇门矗立在那里 等尘土缓缓落下现场一片废墟 展昭一手拿袖子挡口鼻 一手一个叫山风 就见四周围所有人都傻站着 附近的店铺 酒楼 茶馆 包括路上的行人都呆立当场 再看地上 整个太学的砖瓦石墙都碎成粉渣渣了 一阵风吹走一大半 满地都是土和小碎砖瓦木头渣 而更有趣的是太学里的情况 究竟太学里所有学生都保持着原来考试的姿势 拿着笔呆坐在那里 满身的白灰和尘土 张着嘴不敢置信地看着外边的景象 夫子们站在原地 考一的那几个学生手里拿着针 公孙就站在众学生前面 怀里抱着个指人 也是愣在当场 最有趣的是林霄夫子 老爷子正上茅房呢 茅厕整个塌了 老头一脑袋挥 正坐在便筒上 手里还拿着本书 随着尘埃落定 现场以及周围众人 还是处于呆愣状态 直到一阵马蹄声 打破了这瓶颈 远处 欧阳少征带着黄成军的人马来了 欧阳还没到跟前就开始喊了 妈爷 这啥情况 风丫头也歪着头 若论大场面 这马可是见了不少了 不过 一栋宅子塌成这样 他还是头一回见着 好厉害 满地粉渣渣 由于碎瓦横梁 所有一切都碎成极细小的碎块了 所以倒是没砸伤人 只是方圆一里内的所有人 都沾了一身的灰 尤其是太学里那些学生和夫子 一个两个都跟小泥人似的 梁九就听那帮学生们轰一声 炸开了过 这时就听赵兰啊了一嗓子 我见过这个 皇宫墙上的洞就是这么来的 皇宫墙上的洞 太学不少学生都是皇亲 也有些经常进宫的 之前天尊在皇宫留下的那一串洞 还没补上呢 因为正好是条捷径 赵真觉得挺方便的 而且这洞不是繁洞 乃是天尊留下的 所有宫里的大内侍卫有事没事 都会去膜拜一下 感受一下武林至尊的仙气 而赵兰更是每每有朋友来 就带着参观天尊开的洞 于是众人脑中都闪过一个念头 刚才天尊是跑来跑去 不知道干嘛来着 好家伙拆房子呢 包炎和庞玉震惊之余 都替白玉堂拘一把心酸泪 展昭同情地瞧了瞧白玉堂 确定是天尊干的 没准搞错了呢 白玉堂无奈地看展照 那眼神除了他谁有这本事 鹰猴也无奈摇头 就是那老鬼的隔空千机长干的 这世上只有我师父会这功夫 跑不了的就是他干的 你也不会吗 跟隔空长不一样 不会 隔空千机是隔空长最高学学 隔空长是利用掌力送出内力 做到不触碰对方就急于打击 隔空长总共有十九试 其中最后一试 也就是第十九试 是千机试 不是有天分就能学会的 还需要有我师父那样的内力 这一招是以一笛千的至高武学 可能跟你外公的问星长齐名 以前天尊开动的本事就很特别 那个也是千机长吗 所谓的千机长 就是运用对内力的掌控 短时间内 让隔空长打出去的内力 折返多次 内力越高 折返的次数也就越多 最高内力就跟我师父那样的 可以一掌的时间内 让内力折返上千次 等于一掌拍出去千掌 这也是为什么 他普通一隔空掌挥出去 会连着砸穿几道墙 或者拍翻好几百人的道理 我师父砸墙的时候 将内力集中在很小的区域 千掌同时拍 被拍中的区域 就会碎成粉渣 这就是他拆墙不留砖 也没声音的原因 而且墙不会倒 也不会伤及无辜 好高端的功夫 只是拆墙归拆墙 我以前没见过 师父拆过房子 这是每面墙上都拍了一掌吗 他干嘛呢 白玉堂话音刚落 就听一声惨叫传来 众人一惊 转眼 只见发出惨叫的 是林霄夫子 老头受刺激过度 而且人家多大的文豪 多高的身份 这会儿众目睽睽之下 还坐在便筒上 最要命的是 老夫子实在太爱太学了 他从在这儿念书 到在这儿当夫子 到最后成为院长 眼看着太学 从几栋小楼 变成一大片宅子 逃离满天下 这会儿全塌了 就剩下一块先帝赏的玉壁 还横在眼前 老头一提裤子 站起来 仰起脸 哇一嗓子 就开始哭了 众人一惊 白玉堂符合 斩招摇头 罪过罪过呀 伍爷想赶紧掏银子 给他再建一座新的 这一把年纪 都哭得太可怜了 可就在这时 只听到咔啦啦一声响 那块先帝赏赐的 白玉壁上 出现了几道裂纹 随后哗啦一声 碎了一地 正哭的林夫子 突然不哭了 盯着碎掉玉壁 看了一会儿 随后一翻白眼 绝过去了 夫子 太学的学生们 赶忙过去扶林夫子 一群人闹哄哄 灰头土脸的 白玉堂磨着牙 就到处找 天尊哪 那闯祸惊哪 正这时 就见他掉的玉壁后边 一棵大树下 天尊慢悠悠走了过来 手里还抱着 一个挺大的酒坛子 莫非喝醉了 众人扶起林夫子 抬到一边空地上 公孙本来似乎是想要跑过来 不过看到这情形 赶忙先去救老头 天尊抱着罐子 就往这边走 展昭和殷后 还有其他一众学生 都去描白玉堂的脸色 武爷本来就白 这会儿脸更白了 比纸还白 别人都一脑袋挥 天尊倒是干干净净的 往这边走 就瞄到了对面白玉堂 众人就见天尊 思外看了看 大概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正这时 就见歌青 跑到白玉堂面前 那什么 武爷 不是天尊的错 是我干的 白玉堂一愣 上下打量歌青 展昭忍不住符额 要顶包也 天亮天亮自己的分量呀 这一耗子能谢 才怪了 天尊眨着眼 庞玉也过来解释 我给他赔 没事没事没事 那什么 本来太学就很旧了 我们正想着翻新呢 查清楚再说哈 不要骂天尊 赵兰他们也过来 帮天尊解围 白玉堂看看眼前众人 眼睛微微眯起来了一些 歌青掰着手指 算自己总共有多少家产 庞玉张罗几个土豪学生凑钱 天尊则是歪着头在后边看 歌青回头 还朝天尊识眼色 那意思 要不然你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我给你扛 天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眯一眼 好孩子 歌青一愣 天尊伸手拍他头 乖 天尊正跟拍小狗一样拍歌青头呢 那边林霄夫子已经醒了 他也说不上话来 对着这边直白手 现场乱哄哄的 展昭就拽白一堂 玉堂 冷静了 冷静了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打呼了 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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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